越南很有可能将会采用我们中国的标准去改造它的铁路系统 建设中越铁路 而值得关注的是呢 如果说建成了这个中越铁路的话 将会穿越它们的稀土产区的中心地带 那么美国想拉拢越南 并钳制我们中国的计划呢 或将遭到失败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碧顿评 咱们中国的领导人即将要访问越南了 这次访问的意义可谓是重大 它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的战略方面的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啊 就涉及到这个越南铁路改造的这个议题 但这个呢 当然它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举策了 说过越南这个铁路系统啊 其实挺落后的 严重的制约了它的经济发展 所以越南一直想引进法国 日本和我们中国的铁路技术进行改造 二十多年前 越南呢就把铁路建设放在了首位 它的高铁和客源部分 它就选择了日本啊 普通客运和部分货运 选择了中国和法国 不过那时候越南呢 它还没有手上没有那么充裕的资金啊 它也搞不了 后来呢 他们就把这个高铁项目不就给了日本吗 日本技术方面没有问题 但是日本在融资啊 建设能力啊 和建设效率上 就远不如我们了 所以不就一直拖到现在吗 越南发现你单吊在日本身上 那肯定是不行啊 于是呢 就想引入我们的技术 但是铁路系统呢 越南提出了啊 整个铁路系统这个标准呢 还是要靠日本和欧洲的这个标准来 那我们那边呢 也就是给它完成这个建设和具体的这个工程 那为了这事呢 越南这边还专门派了这个 主管交通的高级官员来 我到我们这儿好几次啊 那今年夏天更是和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不可能说啊 仅仅单单给你搞一个施工啊 所以大家纠结的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技术标准上了 铁路建设啊 这标准是最关键的 它采用了一个什么标准呢 其实最后就形成了你这个国家的国标啊 这就意味着啊 在这个标准体系之中 以后像科研啊 工程设计啊 建设啊 制造啊 乃至什么运营什么的 以及和这个铁路相关的这一系列的产业 它都跟这个标准为规范了 所以说呢 一个国家能够输出标准 是高层级的一种技术输出 原理出口一些车辆 和建设一些工程的意义重大 他们说就夸张的哈 假设说 哪个国家可以接受我们的铁路标准的话 那我们哪怕是送他一条铁路 或者说啊 我们给他送他一点列车 那都是相当划算的一个事啊 因为他一旦是使用了我们的标准 那我们未来几十年 甚至是上世纪的都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而且这个铁路建设吧 它还挺有意思的 现在这个铁路建设呀 它离不开电力 这电力呢 包括这个发电 包括这个电网都离不开 如果越南一旦选择了我们中国的铁路 选择了我们的标准的话 那电力方面呢 又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我们中国了 所以越南呢 其实啊 它有它的想法 它的本意呢 是不太想依赖我们中国的 在这方面 越南也很慎重的 中越铁路的核心 说透了 它就是这个标准问题 那现在看来呢 据说有消息说啊 越南那边 它已经做出了比较大的妥协 当然我们要做出一些细节上的让步 那么是不是最后 以咱们中国的铁路标准为主 来改造它的越南铁路系统呢 这个事还在争议 我们后续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而最人关注的是啊 这一条铁路 它就把越南的稀土资源 就是它那个最大的产地啊 这越南的稀土 储量还是很丰富的啊 把它这个产地的中心地带 和我们连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呢 和我们所具备的产业链 结合起来了 你看越南这边提供原料 我们完成产业链的最终的配置 这个呢 其实一种战略布局 一旦说我们形成了 这么一个产业配置之后 外边你想介入 你也介入不进来了 而这个主导权呢 又在我们的手上 美国对越南的铁路和稀土啊 那是非常上心的一个事情 而且下了不少的本钱了 你看呢 美国为日本能够拿下越南铁路项目啊 那是提供了融资渠道的 现在呢 它有联合日本和越南商量 说我帮你开发这个稀土产业吧 现在来看啊 美国是特别关注越南这方面的发展 它也想在产业上 和越南捆绑在一起 来把这个越南控制在手上 不过现在来看啊 美国这个计划很难实现 弄不好最后啊 也就是泡汤了 美国呢 它一直在用越南来前置我们中国 越南呢 它肯定不会全面倒向美国的 但是它会用美国的影响力 来平衡我们中国 所以越南在这边啊 其实它有一个左右摇摆的问题 这也是越南的生存之道 因此呢 我们在处理越南的关系 和越南合作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慎重 我们也有所保留的 对于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